路邊行人的垃圾桶想要丟垃圾 小心不是每一個方式都可以丟的 還有是這位計程車的問獎 吳先生就被環保局開罰了 說你違反行人專用清潔箱的規定 他當初是坐在計程車裡頭 這個伸出窗外 把手拿去丟垃圾 但是這規定其實是 這個行人才能去丟 如果你坐在車子裡頭丟 可是會吃上辦法的 你沒有簽 我叫警察來就開了四五簽 會死我 越說情緒越激動 今年60歲的計程車問獎吳先生 一想到遭到環保局 警察人員開罰的情況 就一肚子火 舉發單上寫著 未使用專用垃圾袋 任意丟棄於行人專用清潔箱 遭開罰1800元 吳先生很生氣 因為他只是用衛生紙 擦拭乘客的嘔吐物 再丟到路邊的垃圾桶 警察人員竟然無視證證恶臭 要求他把垃圾帶回家 否則會罰更多錢 吳先生痛批 實在有夠滿横 你一定要是行人 才可以丟這個垃圾 我想請問一下 機車騎士下來要走幾步路 才可以變成行人 開車的人下來在人行道上面走幾步路 才可以變成行人 針對行人產生的垃圾 環保局認定標準 卻是非常模糊 我要丟這包垃圾 大於洞口的話 可能就已經違法了 超過垃圾桶洞口大小就算違法 另外連騎車 開車民眾都不准下車丟垃圾 認定標準 模糊不清 機車騎士就是說 為了取締這些行為 那這些行為 他可能看到 他可能從那個計程車出來 那看到這種情形 他把他認為說是一種 可能是從家裡面的 汇氣物帶出來的 就連環保官員都解釋不清 對於法條規範 也要再三確認 也難怪遭到小老百姓痛批 這樣的規範 實在太不合理 中天新聞 陳俊傑胡架珍 台北報導